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能夠令到全城都約動的運動盛事 必然是全港運動會 港運會今年已來到第五屆 將於4月25日到5月31日舉行 而為了爭取佳職 18路的大軍已蓄勢待發 而勇奪上一屆田徑抗木貴軍的葵青區 今屆的備戰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葵青區的運動氣氛一向熱烈 居民軍擁有參加區內各項大小型運動比賽 以及與運動有關的活動 在比賽成績方面 歷年來在多項區制賽事中成績標柄 今屆葵青區有194位 來自8個比賽項目的運動員參加 運動員開始接受一連串密集的訓練 無求在最佳的狀況迎見港運會 為了宣傳今屆的港運會 在葵青區議會網頁 已上載了關於葵青區港運會的 比賽章程資料以及最新的消息 葵青區已經在區內的中心地帶 懸掛大型的宣傳環額 除此之外都會在街道、公園 以及運動場登柱上面懸掛彩旗 並且在每一個的運動場地是張貼海報的 希望讓我們本區的居民 一同投入賽事的熱烈氣氛 上一屆我們游泳隊取得不錯的成績 今屆我們更加積極訓練 我除了在平日訓練之外 還增加了體能的鍛鍊 希望增加爆發力和耐力 為了今次的全港運動會 我特地在新年和四月進行加操 而接力隊亦都定時 每星期在青衣運動場練習 備戰今次的比賽加強默契 希望今次全港運動會 能夠取得好成績 葵青區旗開得勝 葵青葵青 東山太太陽陽正正 葵青葵青 運動建議去精進 葵青葵青,港運會變成 葵青區,加油